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让世界 故事 李宗盛 乱世中只身与蓄密 笑儿谈何容易 依心为众生诸鸣意 即是留谁的谜 日落木星 匍匐天命 坦然消失在风里 浩劫如天明 赌几场游戏 生死无需在意 人还找不到你的身影 与相似永世相传 解不开乱世恩怨 救不出儿女情端 星辰停留在云的那端 迷失于战乱之晚 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宅 来世用生命来还 今生若无缘还你情宅 来世用生命来还 爹 我把沐医生请来了 沐医生 你好 我最近咳嗽得很厉害 想请你给我看一下 好 我来看看 我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乔局长 我有事要跟你说一下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我还是跟你儿子谈谈吧 走吧 爹 我爹怎么样了 你爹中了孢子病毒 命不久矣 怎么可能是孢子病毒 而且这种东西是怎么下进胸腔里的呢 你也一样啊 你的胸腔也在形成术一样的余痕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种情况我也没见过 叶昀尝试外科医生 可以让他帮你爹 把胸腔里的东西取出来 就看手术能不能成功了 是不是做了手术 我爹就能好了 从他发病的根源来看 是这样的 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 手术的成功 代表着你爹的存活 也代表着你能不能留命 行 我马上要带 到时候 再把那个德国医生云长 加上我 帮你们一起会诊 走了 我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会是这样 世界竟然还有这样的病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病 这是典型的血管瘤 也不知道扩散了没有 如果没有扩散的话 做手术应该可以切除掉 郑天 你先带叔叔回去休息吧 我们商量一下治疗计划 亲爱的 我们会想尽办法 我也有这病 你不怕呀 我才不怕 性感 受不了 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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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卤stad 慕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救我爹吧 我知道你的难处 我会尽我全力帮你们移植 但如果到时候连我也织不好 我再引荐你们去神木组 帮你们求两颗圣果 但是这几年圣果才陆续成熟 不成熟的圣果 对你们一点意义都没有 看你们自己的运气了 以前是我对不住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别说这些了 等我消息吧 来 ulation 烧衣 你答应给乔政坑治病 是不是有把握了 有什么把握 就是用你那些青囊树啊 不行 我不是说过了吗 这种病我治不了 美娇 怎么了 我刚刚接到 空禅师父传来的消息 让你赶紧回神木族 说是组长找你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你赶紧回去吧 你又要回去了 父亲叫我肯定有急事了 那我就快去快回吧 那你会不会回不来了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行 放心吧 就是为了你 我也会回来的 那你会不会去了月娱 当上组长之后 就不回来了 除非我死了 好了 自己一个人多保重啊 你呢 有即可 不是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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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时间 还找不到治疗神术的办法 再怎么下去 神术必会枯死 我们神木族人就无处容身 大家都想想办法吧 父亲 神臣 你回来了 有没有找到治疗神术的方法 暂时还没有 族长 依我看 是有人得罪了上苍 神才降罪于我们神木族 如果想让神术恢复健康 我倒是有个办法不妨一试 什么办法 那就是让星辰和月影赶紧完婚 我们用喜时一冲 这样兴许就有转机 不行 神术现在病成这样 我哪有心思他男女之事 父亲 请您再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能查出神术的病因 族长啊 还是赶紧给他们亡魂冲洗药起呢 父亲 神木族人学的青囊书 大部分都是以神功为主 对治疗神术未必有效 而我学的 是无人愿意触碰的异能医术 再加上我对外界医术的一定了解 所以只有我 才能找到治疗神术的办法 请您再给我点时间 好吧 我答应你 但你要尽快找到医治神术的办法 好 星辰 星辰 你可算回来了 阿华 我听说你在市场受罚 我刚刚去看你 你怎么就回来了 族长让我继续假扮你 所以就把我放回来了 好安抚族人的心 那月盈有没有在欺负你 没有 她不但没欺负我 还天天陪我罚鬼 反倒我心里觉得 挺对不起她的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把你们都牵扯进来了 师傅 幸福了 星辰 你怎么回来了 最近族长和我爹 一直逼着咱们婚事呢 你这一回来 怕是走不了了 是我师傅让我回来的 成婚的事 只能拖一时算一时了 先把神术治好 可是总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万一他们抓到你 逼着咱们完婚 那 那我和石虎怎么办啊 想不到几日没见 你们俩感情发展得这么好 我跟月盈身份相差太大 我陪不上她 阿虎 你怎么这么窝囊 只要你喜欢不就行了吗 星辰 哪有那么简单 就算你父亲同意 你们俩解除婚约 岳坤大人 也不会同意我跟月盈在一起 她要是知道这个事 肯定会杀了我 这事我爹肯定做得出来 实在不行 我想办法慢慢劝劝她 这么说来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到时候我去找我爹求情 让她给你些 兼功立业的机会 只要你功成名就 你们两个在一起 自然就顺理成长 对啊 只要我能兼功立业 那岳坤大人肯定会同意 我们在一起的 那也不一定啊 只要你们两个互相喜欢 那不就行了 这没几天 果树就到成熟期了 要是再想不到办法医治 这眼看成熟的果实 就要落地 也就没办法使用了 真可惜啊 我知道了 你继续守在这儿绝情了 我该走吧 嗯 嗯 嗯 难道是叶家的药肠 污染了神术 谁让你们往这儿倒废水的 怎么办 管得着吗你 原来是老板的女婿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治药肯定是要排水的 要不然这场就开不下去了 对啊 行 你看这 老爷 嗯 穆先生来了 哦 行辰来了 请啊 坐 好 来 上茶 是 老爷 叶会长 哦 我这次来是有要紧的事 想找您谈一谈 好 你说 您的工厂不能再开了 周围的树木和动物 都被工厂排除的污水给堵死了 再这样下去 下游的神木祖也会遭殃 加工厂现在正在研制新药 如果成功的话 将会是全城百姓的福利 这个你应该理解 而且现在已经不单单 是我们叶家的事 怎么能说停就停啊 叶会长 您也知道我是神木祖的人 现在我怀疑是工厂排除的污水 对神术造成了影响 导致神术枯萎 连圣果都烂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神木祖就完了 圣果都掉下来了 是啊 现在还存着几颗 但是再这样下去 这几颗也保不住 那你们赶快 把那几个摘下来吃掉 不就行了吗 没成熟的圣果吃了也没用 得成熟了才能摘 是 星辰 我这样跟你说吧 你想想 如果你真的跟云儿成亲 那将来叶家的家业 还有工厂 都是你的 工厂关不关 还不是你说了算 是不是 是 我是很喜欢云长 也想尽快跟他成亲 但 还是求您先把工厂关了吧 行 这事我们再说吧 你别走了 留下来陪我喝几杯 好 你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怎么会呢 我又不是这样的人 云儿回来了 夫人 有两件事我想说一下 第一呢 就是今天 我把沐星辰 还有云儿的婚事 给定下来了 第二呢 就是 我也答应了星辰 随后我就把山里的药厂 给停了 就是 你看啊 你看啊 他们的婚事 这不是还没有影吗 这俗话说得好啊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 我不怪你 不管怎么着 云长很小就没了母亲 我也很疼她 我也很疼她 女儿要出嫁 给她准备一些丰厚的陪嫁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嗯 不管怎么着 我们也是家女儿 但是秋实啊 云志是你的儿子 他才是我们叶家的继承人 你这还没怎么样 就要把药厂给停了 凭什么呀 叶夫人 我猜您是误会了 停止药厂的损失 我会加倍给您 但药厂还是不要开胃好 听到没有 你少操心了 本正只要星辰取了云儿 工厂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以后谁都不准再提意见 今天这么开心 我们别说这些 来 星辰 这上等的好酒 可是给你准备的 你必须要试一下 好 来 夫人 你也喝一杯 来 我这几天 喝酒过敏 试陪 别管他 来 试一下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也是啊 今天将我女儿交给你 这三杯酒 你必须要跟我喝 好不好 您放心吧 来 来 喝三杯 来 三杯啊 来 来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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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就吃炭了 你爹 你别让他喝了 他喝不了了 好好好 今天我们就喝到这儿为止啊 星辰 累就别走了 在这里睡 谢谢您的好意 但我还有事啊 我还是不易管睡吧 我送他回去吧 好好好 那你小心点啊 早点回去吧 好 您早点休息 好好好 早点休息啊 爹 小心点啊 好 那边 我知道那边 那边 你小心一点 到了啊 到了 走 走 那边啊 什么那边啊 你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 这一边 这一边 那边 那边 这是哪儿 是那边 这 你别往前走了 星辰 你跟你爹一脚 我要 你怎么在 不行了 不行了 我扛不动 我今天 我今天能把你们在座的 这怎么了 快给我扛一下不行了 走走走 你 你跟你爹 我 我 我 到了啊 我还能 这么多 还能跟我喝 少江 星辰 星辰 喝点蜂蜜水吧 我来吧 好 不喝就不喝了 嗯 嗯 那我回去睡了啊 嗯 别人 你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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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坐点儿睡吧 你 明年我们再喝 嗯 那好吧 嗯 回去睡了啊 晚安 嘿 晚安 你坐点儿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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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想你好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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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辰 我为你付出这么多 这次请不要怪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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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都有给你们喝酒 嗯 石牟族第一高手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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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要跟你爹喝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喝喝喝 仙城 仙城 喝口水吧 喝 仙城 我 我酒量 我告诉你 我还能 我还能再喝 十八吧 酒 嗯 你这酒味 味儿不对啊 怎么 怎么喝完 还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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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热 太热了 什么酒啊 仙城 我 都不吃了 我 都不吃了 我 都不吃了 什么 都不吃了 我 都不吃了 都不吃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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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跟我过去看看吧 天遥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 你 而且你让我休息 让我休息 杨茜茜 晨茜 你这个兽医简直就是亲寿不如 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亏大小姐还对你一片真心 云长 云长 新城 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回来在那里做 你别走 新城 小姐 云长 云长 小姐 云长 小姐 云长 小姐 云长 云长 你听我解释 我昨天喝大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我肯定什么都没发生 你得谢我 云长 你还真好意思说 都睡一张床了 你还说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当时还是傻瓜吗 那我昨天喝大了吗 沐县城 你现在该做的都做了 你是想不要活了吗 不闹了 行吗 停 你既然这么厉害我 那我就死给你看 小姐 小姐 沐星辰 你要是辜负了王家小姐 你就是 你就是大混蛋 小姐 田阳 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你这又是何苦呢 星辰 你别不要我好不好 星辰 我求求你 你别离开我 好不好 起来 你欣赏 如果我要为你才是普鲁 你是否愿意与我散步 如果我要为你遮风荡雨 你是否愿意与我相依 如果我愿意和你青涩相扬 你是否愿意倒酒挣扎 如果我要为你闯荡天涯 你是否愿意等候我的轨迹 我这一生太长 不知何时何地 才能够与你相遇 你是花言月貌 还是吻吻动人为此我默默幻想 我这一生太短 不知是否有缘 才能够和你相守 你会奋不顾身 还是太过为徒为自我 长长四愁 长短一生 好 好 무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